我跟那个呃比如说现在比较当同像那个anjoy的那个开发环境比起来的话那个这个环境当然是 啊像好好很多了 那接下来的话首先上礼拜有简单跟各位 先开个头了解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 网站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你开启这个 我们这个环境之后呢 在开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特别注意因为我们这是针对一个网站 这个是网站所以特别注意上礼拜有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在第一步的话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全新的 这个专案的话要从新的网站开始 那也就是他自动帮我们建立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里面的 基本结构啊各位可以发现你按一个新的网站之后啊 那我们上上礼拜是 简单复习一下就是里面 特别注意这样 以后呢 一样都是类似的 请各位呢 在安就是 几个步骤安装的部分呢他有两种一种是 Visual Basic 一种是Visual C Sharp 那当然了 两种方式 都可以啦 不过我现在 比较热门的早期是Visual Basic现在慢慢 比较 转向Visual C Sharp C Sharp是 单内车 Microsoft他将来想要转变的 那这个用途呢非常广泛的当然不只是在 开发网站上面他慢慢像那个 在他的Mobile上面他的就是 智慧型手机 或者是任何的智慧型装置上面他也慢慢会 想要用C Sharp慢慢去统一了就是 那 另外云端设计也是一样云端设计上面用的语法也是用C Sharp 所以你等同等于就是说 那只是说Office上面没有了 比如说像Office里面有VBA 有没有Excel VBA 其实理论上讲讲应该Excel VBA应该是要 将来应该是C Sharp 可是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是Visual Basic 无论哪个语言 不过他的语言特性 其实相依点 不会差太多 那 为什么他会希望把Visual Basic取代为C Sharp 其实主要也是 我觉得也是那个 这个这个 应该是使用者导向 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 他这个C Sharp本来 前身应该有叫什么 追 有一个叫 追加加吧 那这就是因为他那个 也是想要跟 往那个Java靠拢 但是呢 不太顺利 后来 Java Java伸扬告了他 就他就 不发展Java 可是他不发展Java 他又发展另外一个叫C Sharp 但实际上这个C Sharp 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 是跟Java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学会 C Sharp 你要再跟Java衔接 其实还蛮快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语法 很多类别名称 几乎都一模一样 而且他的开发环境 又比Java来的 更好开发 更好去 学习 所以说如果你完全没有Java 底子的同学 也没有关系 因为 你会发现在 这个Visual Studio 这个开发环境里面呢 会比较容易学习一些些 那我想你们将来就记得就是 选这个C Sharp 不要选到 这个Visual Basic 然后呢 选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ASP 单内的网站 那这边的话呢 你就直接 位置的话 请你选择档案系统 那为什么选择档案系统 因为 早期 我们在开发那个互动式网站的时候会有个问题 你必须还要再架设一个伺服器 就是 Web伺服器 那这个架设Web伺服器再来开发 很多人 我看就已经脱脑脏了 所以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已经帮你怎么样了 帮你在 开发环境里面 再 建一个虚拟的一个 Web伺服器 让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你就执行 执行就对了 你让他就可以 把这个城市让他找机 还要再去设定 Iis 还要设定一堆有的美的 你帮我把环境让起来你就已经头晕了 那现在他什么都帮你 想想的很 很周到了 所以你开发的人越来越轻松 所以学习 这个应该不会太困难 再来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浏览的时候 你一定要务必要知道 一个网站就是一个资料夹 你就是 放在像我上个礼拜是把他放在桌面上 那我就是在那个浏览的时候 找到那个桌面的位置 特别注意将来你要备份的话 你就是在备 备份 在这个 桌面上他上个礼拜我是在这边加一个 资料夹名称 CH就是章节 01 你就到时候他会自动问我们说你桌面上 好像有一个 CH01 底线加02好了 就是 我们就在桌面上产生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就是你将来可以备份走的 以后的你所写的任何的那个程式 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按开写的时候 他问我说要不要建立 那你就选4 这个时候他自动会产生一个资料夹 所以特别是你在开新网站之后 就循着这个方式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开起来了 按确定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架构 就会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 在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方案总管 我想这个方案总管 一定要找到 方案总管里面的话 自动呢就会产生 这么多的 一个 这个档案 不过特别注意 里面很多是用不到的 暂时都用不到 可是他 就是太自动 已经帮你 什么都想 都规划好了 比如说里面的这个 account 这个 account 是有关那个 登录的账号 这个已经会 已经有了 那你可以暂时不用理他 那还有这个什么App Data 主要 像我印象中 好像是放那个 Database 资料库的 还有一个 Squip 这个一个 我们 Cline端的那个 一个Squip 语法 类似放 JavaSquip 还有那个 Style Style就是放你的样式 样式 Data 那还有什么App 不过这些我想前面都用不到 你可以暂时可以忘记 你就反正暂时你就不要去理会他 你说他为什么用暂时用不到他会才 因为他反正先帮你考虑好了你不用暂时放着 那我们会需要用到就是这个Default Default的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也就是将来我们执行起来 会看到的部分 那把打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就在这个地方会看到 什么欢迎使用ASP 那我们上礼拜的范例就是在这边加了三个元件 第一个元件就是Label 这Label然后加了一个什么TestBox 然后并且在这边加一个Button 然后呢在输出的结果的地方就是 您输出的姓名为 后面再加一个Label 跟这样这个前面是直接打字上去 前面这两个这个才是Label 所以我们加了三个元件 第一个元件就是TestBox 那我们可以从工具箱里面 找到这些元件 不过顺便讲一下说 我比较建议就是将来各位工具箱 可以把它固定住 我的习惯是这样 那怎么固定住呢 这边有回文针 你就把回文针怎么样了 点下去之后 他就会直接帮我固定在这个位置 固定在这里 回文针 OK 把它点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分别布局 就是 第一个 TestBox 你就先打一个姓名 冒号 然后把TestBox 放上来 放上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将来 慢慢各位要习惯 当你点选了这个TestBox 之后呢 这边的属性 就会出现 那所谓属性里面最重要就是 决定它的外观 还有决定它的名称 那里面我只有改一个 就是它的ID ID我把它改成叫做TestName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TestName 它的ID的名称 那将来撰写程式的时候就靠它 所以特别注意喔 你如果说在命名的时候呢 一定要 记得很清楚 否则你将来 这个画面上面的那个 这个 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你的物件到底是哪一个 OK 然后另外的话旁边再布局一个 放一个Button Button部分的话是在 在这边 它是一个Command Button 一个Button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呢 这边名称我改名叫 BTN01 上面本来名称叫Button 我把它改名称叫做 Test 这个属性里面有个Test 改成确定 那再来输入您输入的 姓名为 这个的话再加一个Label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Label放进来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我改一下 改成 LBL name 这个名称 最后呢我把它run起来的结果 你按执行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执行在那个浏览器上面 所以这边他会自动叫IE起来 不过我有的时候会把那个预设浏览器 改成Chrome 因为有时候感觉Chrome跑得比较顺 那名称这边比如说我在输入那个 T-E-R-R-Y 按下确定之后你可以看到 底下就会自动怎么样了 秀出 上面的名称也就是说呢 我的程式 只有写一行 这一行就是说呢 当我按一下这个确定的时候会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Button Click事件 当这个Button被点点击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把 这个里面的Textbox名称呢 再写到Label里面去 所以底下这个Label也会变成跟上面一样的名字 并且呢改成红色的字 那上个礼拜呢最后我把这个地方稍微 复习一下 我把它关掉一下 特别是要 你RUN起来之后 浏览器会执行 因为我们 是一个网站 互动是网站 所以关闭之后的话 你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请各位 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停止的按钮 如果说你按下 执行之后呢 假如你把浏览器关掉 有的时候他不会停止 那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确定是不是停止状态 如果已经像我刚刚已经把浏览器关掉 他会停止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刚刚的程式码主要就是 两行 这两行的话 就是 把 后面的 有没有这个 TST name 就是Textbox里面的名称 点Text 把它丢给什么Label里面去显示 然后颜色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 Label的名称 Label上面那个我显示的这个Label 就是这个东西 他的颜色 点False Color 就是他的属性 点False Color 等于什么 等于红色 红色表现的方式呢 你可以从System里面直接去 找到一个叫Drawing的类别 里面的话会有 应该是一个套件 套件里面有一个 纸套件 就是Color 有一个颜色 那 你要怎么指向 其实有的时候呢 在那个Dunet里面 的开发环境 他会自动告诉我们 其实颜色呢 可以从什么System里面去找到 那非常方便 我想这个上个礼拜呢 一个开头 了解一下 开发的环境 OK那这个部分呢我想 各位也先稍微再把它做一个复习 这个环境 那等一下呢 我会针对 第一章 因为我们第一章 有一些基本要了解的概念 等一下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